哎,我的第一故乡和我的第二故乡呢,最近几个月是怼上了 建议独立调查疫情来源 啊? 增收大麦关税 百分之八十 Oh my god,积极呼吁疫情独立调查 好,抵制澳洲牛肉 和印度签署战略伙伴关系 切勿去澳旅游 抵制中资 赴澳留学要三思 啊,谁是三思啊 三思的小名啊,叫别去 成,我再给你来一部看一看 喂 什么 北京疫情有爆发趋势 What 墨尔本新名利益不断上升 兄弟 先忙一会儿 等会儿再想 No problem,没 Hello,大家好,我是Sandy 欢迎收看我的澳洲笔记 那么第一次看视频的朋友呢 别忘了关注订阅下我的频道 最近呢,中国和澳洲啊 是互怼 但我在之前的视频也多次说过 对于这种政客背后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呢 我是没有多大兴趣 放到视频里去说的 但是呢,有一些民事力朋友啊 总在问我一个问题 你说因为疫情啊 这个中国和澳洲啊 闹成这样 那么疫情过后 澳洲还会不会是那种热门的移民和留学国家呢 所以说这期视频呢 我们再聊一聊 并且给出大家一些啊 关于澳洲移民留学的一些有 使用价值的信息 希望呢,能够对这方面有需求的朋友啊 带来一些帮助 首先呢 我们先来聊聊目前澳洲的疫情 随着五月底六月初 澳洲疫情啊 逐渐被控制 人们可能也是放松了警惕 结果最近啊 在澳洲两大城市 墨尔本 悉尼又出现了疫情的明显反弹 尤其是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 甚至啊 有点出现了像三月中啊 爆发前的那种迹象 然后本来是说到五月三十一号 十一点五十九分 就会进入到第三步的缓解禁令 就会更加放开了 结果没想到 遇到这个疫情的反弹 所以五月三十一号 逐步放开禁令的时间呢 就被延长到了七月十九日晚上的十一点五十九 所以大家目前呢 还是要维持现状 而且是能不出门啊 就别出门了 其实反弹之前呢 我也去逛过商场 像这个美国超市 尤其是周末 我天哪 那真是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e啊 什么意思 就是人山人海 这你都听不懂啊 那你可得good good study 得得up了啊 那人真的是老多了 就感觉好像是福利拿到了 这个房租打折了 钱好像没地儿花 买东西都挤破头啊 这不知道 他以为圣诞节提前到来了呢 但这么一反弹呢 结果现在呢 大家都老实了 又都回家憋着了 昨天去了趟商场 又变成门口罗雀了 这中小生意老板 这脸上刚笑两天 现在又生生的给憋回去了 那么在目前情况下呢 澳洲和新西兰啊 作为孤权在大洋洲的两个孤岛 为了挡住外来疫情的输入啊 很大的几率 是不可能在短期内 在开放边境了 因此很多看视频的朋友也在问 你说这个疫情过后 这个移民政策 留学政策会有哪些调整 那澳洲还会不会是 这个移民留学的热门国家呢 因为这真的确实 关系到很多人的生计啊 那我们先说说这个移民 移民政策调整呢 最终啊 还是要根据疫情过后 这个澳洲啊 实际的经济情况 以及就业人口的需求来决定的 那我也联系了一下我的朋友 王宇 就是澳大利亚移民局的注册 移民代理嘛 因为他有很多这个 及时医手的信息 他跟我说呢 就目前来看 这个移民配额呢 还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仍旧是维持在16万人左右 那么由于疫情的影响呢 其实净流入到澳洲的 这些技术人才呢 还是远远没有达到 这个配额的上限人数 所以说呢 你不能排除啊 未来这个移民政策 或将有些改动 因为澳洲自2019年来啊 经历了严重的干旱 山火 再加之中美的这个贸易摩擦 和这次全球的肺炎大流行 真的是对澳洲的经济和发展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冲击 这个澳洲财政部呢 在6月份也是宣布 澳洲的经济啊 正是第一次经历 30年以来啊 最严重的衰退 而且更加严峻的经济形势呢 也在所难免 因此面对这种形势呢 这澳洲总理莫里森 有可能在10月份啊 进行一下重置 永久移民的计划 就是有可能去调整一下 这移民上限的人数 并且呢 对这个技术移民和家庭团聚 移民的比例啊 进行调整 但如果这个经济啊 老是这么低迷 然后呢 财政持续吃紧的话呢 也不排除啊 这各个州会推出一些啊 极具吸引力的这个商业投资移民政策 那么在留学方面呢 除了是这堪培拉和南澳大利亚州呢 已经作为试点 就是公布了国际留学生反澳的计划 那么澳洲政府其实最想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想啊 吸纳那些真正有职业技术的人才 来弥补呢 澳大利亚各个州该行业的人才缺口 那在哪能体现出来呢 就是在啊 未来这个各个大学 不同学科的学费打折情况上 这个澳洲教育部啊 宣布了明年针对大学不同专业的学费调整 这家里有留学计划的朋友 真的可以好好听一听啊 明年呢 开始这个科学卫生农业数学等学科的学费啊 将不同程度的下降 其中这个数学和农业降价最多达到62%左右 而教师护理英语语言和临床心理学等这种学科的学费啊 也降幅啊46%左右 而商科和法律等专业的学费啊 上涨了28% 那最惨的呢 就是人文传播类学科 学费啊 暴涨113% 那通过这个学费调整呢 其实大家也看出来 澳洲是对哪一方面的技术人才呢 是有真正的需求 所以说呢 大家也可以好好的去计划一下 那澳洲还能不能成为这个移民和留学的热门国家呢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也是和这个政策调整有关 而影响政策调整的呢 第一个就是这个疫情的走向 但是目前来讲呢 真的是很难说清楚 所以说呢 澳洲目前是关闭了国门 就是想尽快的抑制住啊 这个疫情的反弹 希望整个这个疫情啊 尽快过去 那么第二个呢 我个人感觉就是取决于中澳关系的修复 那你说中国和澳洲会不会彻底闹掰了呢 我觉得目前来看呢 不太可能 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彼此呢 太需要对方了 中国的经济发展呢 真的是依赖于啊 基建制造业 那最需要材料呢 就是钢材 而炼钢最需要的就是铁矿石 所以说你就可以明白 中国经济发展呢 需要大量的铁矿石来支撑 其实中国本身啊 也是全世界啊 最大的铁矿石生产国 但问题是呢 中国的铁矿石含铁量只有30% 而澳大利亚铁矿石的含铁量呢 是在55%到65%之间 因此呢 每年啊 中国从澳洲进口的铁矿石啊 高达6.65亿吨啊 占了进口总额的62.2% 虽然中国也在说 这个澳洲的铁矿石呢 并非是自己唯一的选择 而且还有像巴西这样的铁矿石大过 但是呢 中国从巴西进口铁矿石的份额呢 大概只有22%左右 而且目前呢 这个份额只可能会往下降 不会往上增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巴西啊 是继美国之后 差不多受到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了 所以说它的铁矿石这个挖掘生产 以及出口呢 真的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那么如果巴西呢 不能尽快啊 从这个疫情的影响当中走出来 恐怕这个铁矿石的行业啊 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去恢复 所以说呢 中国啊 虽然在各个方面都可以去制裁澳洲啊 但是到了铁矿石这一块 要真的想下手去制裁的话呢 那一定要是三思而后行的 因为这个铁矿石呢 真的是牵动了中国的一个经济发展 那我们再说澳洲 其实澳洲之前呢 一直被中国视为是一个特别安分 而且便捷的食品和加工原料的进口国 那么对中国的贸易额度呢 也是占了澳洲总贸易额度的33% 可以说呢 中国是澳洲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但是疫情期间呢 这位曾经安分的小伙子呢 是屡屡啊 和中国对着干 所以说呢 中国就对澳洲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制裁 那么除了能源方面 其实影响最大的两个领域呢 就是教育和旅游 那么从教育来讲 中国留学生啊 其实占了澳洲海外留学生的25% 如果未来两年啊 中国留学生不能回到澳洲 澳洲各大高校的直接经济损失啊 就要超过了120亿澳元 这还不算像什么餐饮啊 住宿房地产等 很多周边产业的损失 那再说旅游 根据2019年的数据统计啊 这一年中国来到澳洲旅游人数啊 是超过了143万 也是国际旅客中啊 最多的 甚至是超过了邻国新西兰 那中国游客带来的经济收入呢 也是接近120亿澳元 而其他所有国家加在一起 才是200亿澳元左右 那么这还不算上其他的一些行业 如果中国和澳洲 真正的翻脸了 那么澳洲承受的经济损失呢 真的是非常的巨大 所以说有一次在吃饭中啊 听了一个朋友说了一个特别粗俗 但超级经典的一句话 就是呢 澳洲白天啊 是美国的婊子 晚上呢 还得跟中国滚床单 谁都离不开谁 你也看到网上很多网民在互喷 但是你要明白 这个中澳互怼的背后 其实是那些啊 早已经赚的盆满 拨满的政河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纷争 那作为普通人呢 其实你可以有政治观点 也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 但是真的是没有必要成为这些利益集团 纷争的垫脚石和牺牲品 那么对于彼此之间如此依赖的两个国家 一旦出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 其实每一个老百姓也会受到影响 真的没有谁能独善其身 所以说呢 总是盼着好 要比不好强 关于移民澳洲呢 其实我的很多期视频啊 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在澳洲生活呢 真的是远不如中国方便 但生活环境和质量呢 又非常不错 那至于要不要移民澳洲 除了要了解澳洲的移民政策之外呢 最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要明白你到底想要什么 因为移民呢 从来就不是一种结果 而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新的开始 OK 这期就聊到这里 那么对澳洲移民呢 有咨询需求的朋友 可以看一下视频下方的描述区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 喜欢的话呢 别忘了帮我点赞转发 并且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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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